注意看 这个男人正在偷吃巧克力酱 刚挖了一小碗 还没等送到嘴里 乖当 一脚没卡稳 扒唧掉进了几米的身杠 随后福伯勒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不到一个小时 其人就赶到了现场 女老板告诉福伯勒 我们的巧克力酱比较浓稠 味道一级棒 男人们困在里面动不了 只剩下个脸漏在了外面 为了防止巧克力酱凝固 他们打开了加热开关 也看男人马上就要体力不值 福伯勒急忙拿来了一个梯子 放在了大缸上 准备趴在梯子上 对他实施营救 由于男人双手无法动弹 他们决定从格勒坠给他捞上来 两个福伯勒找好位置 查了三个数后 一起上上拉了起来 结果一个不小心 福伯勒也差点掉下去 奇怪了 怎么拉不动呢 这时 一个上过学的福伯勒说道 这是物理原理 往上拉时 下面就会产生气压 气压会形成反作用力 向下拉 眼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福伯勒老大 让手下拿了氧气瓶 给男人带上 来争取一些救援的时间 随后老大推来了一桶可可汁 加入了同力 原来 老大更有文化 可可汁可以吸食巧克力 降低他的粘稠度 随后递给手下一个棍子 开始一起搅拌了起来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男人被轻松的拉了上来 随后被放在车上 送到了医院里 没等福伯勒休息片刻 下一个事件就发生了 太狠了 网红为了涨粉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乖当 他们要现场直播 把发小的头 放入充满水泥的箱子里 看完这个视频 你们就知道外国 为什么人少了 倒入一桶紧拔凉水 拿着电钻 一边唱歌 一边搅拌 倒进箱子里后 给发小套上了塑料袋子 嘴上插着透明管子 供发小呼吸 然后就把头按了进去 结果可想而知 下一秒 福伯勒就接到了求救电话 很快福伯勒就赶到了现场 他们试图和受害者聊天 但是男人被箱子 完全隔绝了 时间紧迫 他们一边拆着箱子 一边拆着男人的脉搏 突然 男人变得紧张起来 刚刚起身 我的天呀 因为箱子太重 男人失去重心 掉进了泳池里 福伯勒见状 二话不说 急忙跳了下去 把男人搬了上来 这一下 本来30分钟的救援时间 缩短到了30秒 他的朋友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严重着男人随时会因为 缺氧令和犯 没有办法 福伯勒一边给男人 做着心肺舒服 一边继续拆解箱子 很快 箱子被成功打开 时间拟破 他们只能选择 最快打开水泥的办法 一人拿个槽子 一人拿个锥子 三嘴就槽开了水泥块 带上呼吸器 成功地把男人救了下来 看到发小成功被救 朋友急忙又开启了直播 扑扑扔懵了 然后抢下了男人的手机 一脚天进了泳池里 紧跟着 下一个奇葩事件又发生了 这位帅哥正在洗澡 女友却把水温开到了140度 时间水温越来越高 把男人动得哇哇乱叫 而女友却在手机里 高兴地看着男友的笑话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因为紧张 脚底一滑 扒机摔在了地上 女人健壮 急忙关掉了淋浴 她用手放大监控 玻璃上赫然出现了一滩血迹 随后女人拨打了福伯勒的电话 没过多久 福伯勒便赶到了现场 据说在这个家里到处都是智能系统 他们通过脸部识别 成功打开了房门 戴上口罩 福伯勒找到了受害者 男人全身被烫得发紫 核污也出现了脑震荡 有一点让福伯勒不解 男人晕倒后 林宇是被谁关掉的呢 福伯勒问女人 女人却隐瞒了真相 随后福伯勒被送到了医院 听到是女友打来的求救电话 男人彻底怒了 说出了女人能操控的真相 接着第二天 女人就被福伯勒抓了 另一边 我的天呀 直接坐上了充气泵上 不到十秒的时间 一个120的小伙就碰到了280 福伯勒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好在同事及时发现 关掉了气罚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福伯勒查了三个数后 慢慢的把男人抱在了一旁 此时男人身体力被注满了空气 福伯勒想给男人注射麻醉 结果小珍怎么也扎不进去 也不能从鼻子输入氧气 这一下把福伯勒给难住了 看着男人已经缺氧 再不想出办法排除空气 那他就真的凉了 这时 一个懂医学的福伯勒说道 在第五类附近的皮肤最薄 于是取出了一个加强针罐 成功的扎进了男人的体内 把空气给排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后 男人也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你敢想象吗 这些奇葩的故事 都来自于外国的真实案件 生活中 你遇到过哪些奇葩的事件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 奇奇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